哈喽哈喽,我是嘟嘟 夏天快到了,来做一把骨峰折扇 切下20厘米乘1厘米的小木条制作上骨 也可以用雪糕棍或者厚一点的卡纸 用卡纸的话整个扇子就会比较软 再用打磨条将木条的边缘磨一下避免扎手 这里需要9根这样的小木条 打磨完成后在木条中间3厘米的位置做标记 用锥子沿标记点戳孔 回形针掰直用来固定上骨 因为这里粗了一点点 所以我把外面的这层胶取下来了 沿小孔将木条串在一起 其中一边绕成一个圆环用来挂流苏 剪掉多余的铁丝 这就是上骨部分 卡纸上画一个差不多半径6.5厘米的半圆剪下来 这个半圆就是上骨需要流出的部分 找一块布料 底部沿半圆裁剪 没有布料的话也可以用白纸 剪好后将上骨摆在布料上 尽量保持在中间位置 摆好位置之后开始粘贴 先固定住中间的木条 再粘贴第一根和最后一根 角度调整好依次粘贴其余的木条 沿形状流边剪掉多余的布料 包住上骨粘贴 然后再粘一半粘贴布料 最后剪掉多余的布料 浇水干了之后将扇子折起来 刮上流苏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